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啤梨晚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与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在Facebook的教育刺针 专业教育刺针里面 看到一篇文章 叫做《陈老师的故事》 搞音乐科的 他联络了教育刺针 一看之后 我有时觉得很凄凉 是关于纹身 关于染金帽 关于大耳環 这些事情 我首先讲个立场 如果 学校 因为学生染金帽 大耳環 纹身 对他作出处分 我认为 当然这是中小学 是合理的 纵然这三样东西 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 但是因为你在小学或中学阶段 你要学习遵守一些规则 有时 其实规则 没有什么道理 如果你的头发不准碰到耳朵 我是碰到耳朵又怎样 我小时候长头发长一点 那我刚才能碰到耳朵又怎样 我交无常 行不行 但是 我们大概都知道 要分裂我们的discipline 没有问题 但是在这件案子里面 我真的想偶血 你平时讲 当然你这家学校 不是代表全香港的学校 又说什么包容 又说什么多元 多鸠鱼 多什么元 这些是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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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自己不喜欢 他自己不喜欢 你有权不喜欢 但是社会不想同了 大陆是什么 我告诉你 我都说了 我再说一次 如果有个学生 他这样的 不行 我甚至认为 不需要解释 他不行 你不喜欢 不要想读 这个是分裂的纪律 但是 现在不是讲这件事 大家先听听这个故事 这个音乐科的教师 我们当然这个是化名 是陈老师 联络教育指针 提供进一步的资料 就从他音乐科学科方面 大家去看看香港学校 起码是这家学校的保守程度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校长 他可能第一自己是这么保守 第二他怕是家长 因为实际是家长 那些学校的学校 首先我要这么说 当他走到出街 今时今日 那些学校 连我儿子都在染毛 有什么大不了 纹身有什么大不了 他先染上去 纹身有什么大不了 就是 戴耳环臂环行 我认为不靓的 但是有什么大不了 批环有没有见过 你在这些学校 不知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你 我一时之间 我在欧洲 差不多有八九个女孩 都是戴地环二环 十个变成戴地环 就尼环呢 尼环 但是 因为我在跟他们吹嘴 我说你觉得很乱零吗 等等 所以原来全部都是 removeable 他不是真的穿著了,夾著那些人 為什麼呢?他說上學部門不帶 他穿過大不就大 就算他是穿過 又不是我女兒用的 你真的不能這樣 也不代表他是壞人 他就要做vitcher 製判工讀幫學弟 又不是他拐拐 現在是什麼時代? 老實說,譬如日本人說你紋身就不可以入獄場 有些獄場 其實我都覺得有些歐 但我明白他們那件事 可能會影響了一些所謂的梁家人 或者他們害怕 但是黑道中人就去一些私人獄場 包括獄場 現在日本有這麼多的自己的室內風女 好了 陳老師說他曾經邀請過一些樂隊去學校表演 當中包括說厲害 有Cola Supplement 有Tonic 他就請他們回來表演員 學生我很開心 但我就被人罵他這間學校也好 這個陳老師也好 其實呢 香港的樂隊都走很多學校show 好像以前台灣 為什麼會這樣呢?陳老師說 他說其他學校做band show 很多時候都被學生站在那裡看 因為是band walk band 都坐在那裡嗎? 當然比 但我們學校就是特別欲酸的 要坐在那裡看 就說要坐在那裡看 你老母親瘋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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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法1太小 不懂看 陳老師說 但法6就說要準備公開試 不讓看 連學生想減壓都不行 不讓食飯一扮 但以上兩個都不是重點 校長說請回來的嘉賓 好像Supplement 好像Tonic 他們那些 嘩又染發 不正經 所以說不讓我再請染發 的人做嘉賓 不正經 至於COLA的主音 Sammy 有耳環又有紋身 校長說 他不是好人 嘩 有耳環和紋身就不是好人 你不要想起這件事 之前和紋巴皮特說 有個KOL說 林康正 民生 是黑社會 林康正和啤梨 有玩健身也是黑社會 我沒有玩健身的 對 我也想幫你對面玩 首先 玩健身 就不代表黑社會 但我是連健身都沒有玩 誰是KOL 你一猜就猜到 一猜就猜到 我真的猜不到 誰 就是我們的親家 好笑 我們的親家 真的不知道 我有沒有很多親家 但是 阿塔哥會聽他的 這麼奇怪 阿塔哥會聽 又是我們的親家 那誰說 阿石 是不是阿石呢 其實老實說 阿阿石哥 我真的沒有得罪他 首先 他現在這樣說 是不是其實阿石會 首先 阿石又怎樣 你知不知道 現在有一個 我沒有聽 但他簡直是開了樣子出來 說黑社會 自己是古惑仔 說黑道話 又是ナー 他是十幾萬聽 他還問 很冷虛 你實力實說 阿石哥 我真的最有神發黑社會 鄧小平的說 黑社會 就是外國的 當年1989年 黃雀行動 凡多 江湖中銅去參選 剛剛我見到汪姐姐,汪文明,不是汪明傳,訪問慧文哥,立即進去聽,人在風浪中,無力的打絕。 我不曉得你,石哥,你竟然歌到我玩健身,我也想笑,我也很感謝你,這麼看得起小弟,玩健身玩得我好緊張。 。 謝謝注重,失敬,失格,失格,失格。 好了,老實講,這些學校,之後有一個外配活動,老師說,她找到這個賴映童,賴映童是SE ALL THE STARS的女孩, 都不行 為什麼 他說Sea All Star校長說是明星不夠正氣 那你即是說不如不要找娛樂圈中人 一早說 Sea All Star如果你真的要這樣比較 是很想正氣的 有什麼不正氣啊 唱歌也不正氣啊 他說學校只應該找詩歌班 或者古典音樂的團體入校 你大學校了 校長 你知不知道我現在看 不好意思 因為我經常在IG那裏瀏覽 我現在說不出名字 明天我黑色日報給你看 應該大家知道是誰 你不記得詩歌班 那些Quiet 或者那些什麼Castical 有些人明明都說他真的是Castical 他都要找些美女好身材 來做標榜歷出你去看 到時人家穿緊身衫 你又說不想得了嗎 是吧 有一個秦女高音在英國 那個香港女生叫什麼名字 你知不知道我說是誰 很想大波的 是嗎 算是漂亮的 你知不知道是誰 秦女高音的 在英國的 大講廣東話的 嘩 屌你老母 吳美恆那樣 但是 吳美恆那樣 三十六七大波 二十二腰版 很認真 美恆那樣 知道是誰 很認真 很認真 我會不會有白正 那些又不能進去學校 先說 好了 教育 他説 學校經常說要多元包容 要有德國的説字 他說 世界公民需要有足夠的CQ CQ就是文師 就是文化智商 我想就這樣 要懂得欣賞不同的文化 如果不是 你現在這樣 其實是把自己主觀的校長 把自己主觀的價值觀 壓到那個小孩 但是你是注定失敗 就算你不讓他害得進來 他在外面聽 你會很傻的 就是 填詞那個修女 老實說 單字都不行 老實說 這個世界大把這些人 很多 大把這些人 八百厭黑可不可以 喂 你以為今時今日 你說押他們不可以 OK的 但是你找人進來 找一對 啊 即是說不好聽 譬如現在 有間學校 我找一個 他説你是傑出校友來的 譬如 Danny Summer 哇 長帽又不行 長帽又有紋身 又不行 溫瓦可以 溫瓦真的沒有 最多有些少少長帽 強那些 有沒有染化他們 應該有 要不然就白了 好啦 即是你說幾點悲哀 另外 終於這個葉永玉就辭職了 我就認為他被迫辭職的 葉永玉海人也 舉重建立總會 因為為什麼呢 一早就要辭職了 如果自己辭職 其實一早就要查他 是 施吞人家運動員的政府資訟 這個葉永玉 是嗎 那一單我還那一單 講這一單 是吧 他拖到現在才辭職呢 這就是被迫辭職了 這就是被辭職了 這就是被辭職了 主要這次呢 就說 他因為有兩次口誤 說了中香港和台灣 是一個國家 我聽過兩條奶 不知道什麼時候他播給他 我也真心覺得他是口誤 我覺得是 他拆而已 他拆而已 OK 好啦 但是因為這樣 反而他就被迫辭職 當然你說涉不涉及他 說是吞了人家的錢 如果吞了人家的錢 就是吞了人家的錢的事 即是吞了人家的錢反而沒事 你呢 他現在呢 我覺得呢 我覺得 他吞了人家的錢 你也知道未必是沒事的 但是他的事就是辭職 是不是都是辭職的 OK 我們用這個藉口的 所以 狼協的奧委會就說 表示歡迎和民體會 民體和旅遊法 就說歡迎的 但是其實呢 你問我呢 可能呢 這兩件事 都是他離職的重點來的 但是現在呢 在公眾看下去呢 跟人講過很嚴重的事情 是沒有的 沒有的 剛才一段新聞沒有的 只是說他 因為 不尊重國家 我覺得這些口 不要炒人 是很離譜的 就是民教這些 你去做了 但是當然 如果你涉及到 這樣 真的叫吃甲棍 這些叫吃甲棍 真真 那就沒辦法了 好吧 好了 另外 有網民早前流傳 特區政府 不知為何這麼快反應 就說 前迫 迫 不要前迫 迫的前成員 勝利 移民香港 政府就說 沒有相關的申請 這是傳聞而已 而且 他們會把關很嚴格 因為為什麼呢 迫甲 勝利 被人告過 又說去開那些 就是中文 又這樣又那樣 那些 首先 那些網民就是傳的 我是勝利 我是不會移民來香港 首先 我這麼多地方 不會移民 第二 他說 特區政府好像很聰明 他覺得 放心我們會把關 非法分析 我不會讓他來的 我覺得不是 如果勝利來 我覺得你真的要讓他來 真的要說好香港故事 你為什麼勝利都來得 你了 而且 什麼事 犯法 錯了 剛剛 有什麼大不了 但是 Anyway 你還說到這樣 勝利 雖然衰人了 他有很多地方去的 我仍然可以 要什麼來香港 嗯 好了 這件事 我就找不到 有他車牌的照片 我就真的很不屈 話說 在粉嶺 有一個巴士賣站 賣站之後 他照片駛出來 誰知道 前面有個私家車 中港牌的私家車 就停了在那裡 公道地說 那些網民 我們也有看一張照片 他就不是全部進去 巴士站的位置 他可能是在巴士站以外 但是 巴士站那麼長 就是 套在他的位置 巴士放在那裡 你的車 都不應該大 然後 巴士佬就向安 他都毫無反應 於是巴士站下去 叫你開前一點 開前一點 開前一點 他才能出到 他不夠位置出 誰知道 那條司機 很狠狠 叫你老母 不狠狠 跟著 司機我們這樣說 我們這樣搞法 沒得搞的 退大家 要不就報警 報警 我都不毛利 這樣 結果 巴士佬 是否可以退後出來 已經不是重點 去到那些位置 譬如我是巴士佬 我就不可以動 我報警 這樣出去 於是 就令到後面的車 大家看上去 都塞了一堆 因為後面的車 都要賣斬 車賣不到站 就塞在後面那裡 其實我不明白 這個白衫 白車中港牌的樣子 搞你老母 是 你把前線做 搞你老母 大家不要以為 中港牌一定是中國人 其實中港牌大部 不是香港的車 來的 你想到前線 有幾個 但是 還有另一張照片 好了 但是在那裡想到 警察報警 誰知道 警察還沒到 他突然間加速 掉頭 穿個箱 白線 離去 你老母 你不是要走 站在那裡 老實實說 我真的不明白 你老母 你老母 喂 喂 我是巴士狗 都可以很困難的 但是人家是巴士 喂 你真的坐在別人的位置上 不是第一單 我都不知道幾個單 屌你老母 是這麼困難的 人家的樣子 我就是屌你老母 好 我再等一等